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键是要找资源与欲望最不成比例的边缘人 例如失败官僚 落地文人 一太太和私生子是共产国际在诸夏的主要发展对象 这个定理在欧洲就体现为社会民主党靠得住 纳粹和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随时可以互换的 失败官僚和落地文人 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是一太太和私生子就离我一般的日常生活经验实在太远 请您稍微描述一下 像这样出身的人 一般的阶级习惯和思维定势大概是如何的 刘仲敬 一太太和私生子这个问题 主要是因为现在婚姻制度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所以给人的印象不明确 在家庭本身还是一个封建领地的时候 这些人就是主要的革命者 像莎士比亚的剧本《利尔王》就曾经描述过 他们的典型心理 爱德蒙就是私生子 葛罗斯特伯爵曾经说过 他母亲年轻的时候非常美貌 让我得到了很大的快乐 然后终于在自己的暮年之际 被自己的私生子出卖 失去了视力 变成了一个极其可怜的老人 这隐隐之间就体现出上帝的公正 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而付出代价 如果他自己不是首先践踏神圣婚姻的话 也不会留下这个私生子 这个私生子为了夺敌 自然而然跟王国的篡位者连在一起 正统派支持正统派 伯爵为了维护《利尔王》 而受到几个叛逆的公主的迫害 而正在这个时候 他自己家里面的私生子 为了夺取敌子的地位 也就加入叛徒的行列来迫害他 这是典型的私生子心理 他自己就在家庭内部 但是却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没有固定地位 完全依靠别人的宠爱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产生激进思想的源泉 地位稳固不稳固 物质条件高不高 这是两回事 只要地位稳固 即使物质条件不高 立场也通常会倾向于保守 保守是因为他有固定的既得利益 没有既得利益 就会像主妇眼那样 主妇眼是一个游士 他的想法就是 只要在生的时候 能够享受大臣的待遇 死的时候 被皇帝抛进锅里面 主也没有关系 他的利益 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一贫一笑 同样 姨太太和私生子 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们跟法定婚姻 受到教会的保护不一样 他们没有法定地位 完全看男人喜欢不喜欢他们 所以他们必须挖空心思 去讨好男人 因此这种心态就会养成 孔子通常称之为小人的心态 我们要问 孔子所谓的小人是什么 君子就是贵族的儿子 小人就是没有贵族身份的人 所以他才会变成投机分子 这里面本身就是阶级问题 比如说很多词汇就是这么来的 什么叫被卑鄙 卑者 卑贱 比是跟国人相对的相也比复的比 卑 比两个字连在一起 就是下等人的习惯 下等人的习惯就叫卑比 上等人的习惯就叫高尚 高尚和高贵都指的是上等人和贵族 后来启蒙运动以后 所谓的一个人是由自己的行为决定的 而不是由自己的出身决定的 这本身就是反映了旧贵族阶级的解体 可以说是对应于少年维特的那样 一波没有旧家世背景的资产阶级子弟 对应于乔治 埃略特这批新兴中产阶级 他们就开始提出 旧制度所提倡的那种 以宗教和阶级为标准的判断道德方式 是不对的 例如乔治 埃略特就说 宗教是可疑的 但是义务是神圣的 这就是要把义务跟宗教剥离开来 这就是哲学家康德所在的时代 他跟康德在哲学上的地位 在精神上是对应的 康德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在不提基督教本身的情况之下 建立哲学体系 把基督教推到背景当中去 这就是对应着埃略特的时代 维特所代表的阶级就是 我的行为比贵族更加高尚 但是我的出身不是贵族 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 新兴资产阶级的时代 赵希勒诗歌的说法就是 理性要解放 而无边的欲望也要解放 两者都在法国大革命当中出路端倪 下一步的礼崩越坏 就是资产阶级的梦想破灭 事实证明 没有家世背景 而行为高尚的人也是有的 有家世背景 而行为卑鄙的人也是有的 个别现象总是有的 但是个别现象不能代替整体 当社会整个取消了家世背景以后 过去贵族时代被认为是高尚的那些行为 整体上来讲也都会变得无法维持了 特例终归不能代替一般 在资产阶级讲究的那种没有家世背景 凭借自己的道德义务 而行为高尚的背后 就是无产阶级和礼崩越坏 赤裸裸的人欲横流的时代 赤裸裸的互害社会的时代 在康德和启蒙思想家 把上帝推居幕后 只讲义务不讲上帝以后 就会出现无神论者的时代 于是启蒙思想家的道德义务 也无法维持了 这恰好就是孔子和他的时代 马基亚维利和弗洛伦萨人 曾经目睹过的 文明由解放而推向灭亡 解放的第一阶段就是 理性获得解放 各种才艺极大的发挥出来 第二阶段就是 无边的欲望也获得解放 你突然发现 人类的大多数是根本没有什么潜在的 才能需要解放 能够解放出来的只有欲望的无产阶级 这些人被解放出来以后 整个社会都趋于毁灭了 最后的聪明才智 不再是探索自然规律的聪明才智 而是马基亚维利式的 寻找人性弱点 相互坑害的聪明才智 这个聪明才智在历史上闪耀了半分钟以后 就沦入无边的黑暗之中 完全不懂得这一套 只觉得你们都是一些卑鄙下流的 下等人的满足长驱直入 把所有幸存者 如果还有幸存者的话 变为下等人 这个故事在人类的文明当中 是反反复复出现的 私生子是没有固定阶级地位的人 他不像是拥有永电权的电农 他住在老爷的府地里面 跟老爷本人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 但是他随时都有可能一无所有 连一片可以永租九十九年 传给子孙的租地都没有 而那个电农 尽管吃不到老爷的伙食 吃的是粗利的伙食 但是他却并不害怕老爷 这片土地是我的祖爷爷 跟你的祖爷爷 有过过命的交情而得到的 你小子是不敢背叛你祖宗定下的规矩的 如果你敢背叛的话 我会在庄园法庭召集陪审团 而陪审团的陪审员 按照同阶级审判的原则 就是跟我一起享有永电权的电农 他们肯定会说 你这个不孝的小爵爷 背叛了老爵爷定下的规矩 判处你打官司失败 所以他并不害怕爵爷 他只是吃得比爵爷差 穿得比爵爷差 但是他的地位可以传给子孙后代 是永远靠得住的 而你今天跟爵爷过着一样的日子 你不知道在爵爷死了以后 太太会不会把你这个情妇生的儿子赶出去 小爵爷继承爵位以后 会不会把你这个私生的兄弟赶出去 那么你的行为必然会像是 莎士比亚描写的爱德蒙一样 在爵爷还能站得住的时候 爱德蒙表现为无原则的谄媚 就是孔子所描绘的那种君子爱人以德 小人爱人以姑息的姑息 有继承权的人就会像寇蒂利亚公主 和肯特伯爵一样 我是正统贵族 国王要做出荒谬的决定 我就犯言直见 我不管国王高兴不高兴 因为我也是贵族 但是像爱德蒙这样的小人 在国王即将做出 要让自己倒霉的愚蠢决定的时候 他就站出去派国王的马屁 说国王英明得很啊 千万不要听这些讨人贤的话 你就这么做好了 然后国王做出了荒谬的决定 真的倒霉的时候 事实证明 追随他流亡的忠臣 就是当初说坏话的那些人 而那些人就是正统贵族 而当初拍国王的马屁 让他做出荒谬决定的人一翻脸 马上就加入了迫害国王的行列 为什么 因为他们原先的地位 就是依靠拍马屁 而得到自己不应有的东西 然后在拍马屁的对象倒台以后 他们必然要反过来 同样为了得到自己不应有的东西 去拍篡位者的马屁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的目的都是得到不应有的东西 那么对象是谁 还有什么关系 那么我们反过来想 库迪迪亚公主和肯特伯爵 包括地位低下的喜剧演员小丑 都有世袭地位 公主和伯爵可以说是贵族 喜剧演员就不能算是贵族了 但是他在封建制度之下 也是有世袭地位的 就像是李锦阳的 吐斯与他的秘书里面 描写的那些颠面边境上的吐斯 他们家里面的管家端盘子什么的 都是世袭的 不是雇佣来的 是不能够随便解雇的 其实方吐斯家里面的那些人 跟神圣罗马帝国的那些选帝侯 是一样的 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的正式称呼 是极其滑稽的 就是为皇帝端酒杯的大臣 神圣罗马皇帝的基业 由于查理曼的缘故做得很大 而方吐斯他们家只有一个村子 但是封建制度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神圣罗马皇帝的选帝侯 理论上是替他端酒杯的人 当然事实上 后来他们也不端酒杯了 但是这个选帝侯 要选举皇帝的继承人 是皇帝不能撤换的 方吐斯家里面的管家和花匠之类的 也是这样的世袭的角色 利尔王宫廷里面的小丑 也是这样的 他们的位置是固定的 他们维护的不是国王本人 而是国王所象征的那种封建制度 当国王本人违反宪法的时候 他们也要出来反对国王 这就是所谓的忠义 忠义就是子产和孔子讲究的那种维护礼乐 这个礼乐 他们为什么要维护 现代人对词汇的理解 已经受到启蒙知识分子的严重污染 所以他们以为高尚是心灵的高尚 这个概念是于果那个时代的浪漫主义文人发明出来的 但是高尚的意义就是高贵 高贵的意义就是维护阶级特权的意思 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 孔子嚷嚷着说 李崩越坏 就是既是作为一个轻视 你不能够随随便便用天子的礼乐 我要维护所有人的阶级地位 让所有人各得其分 各得其分 但是利益不是完全相同的 地位越高贵的人 既得利益就越大 什么叫做行为高尚 就是上等人维护上等人的阶级特权 当然 这不是说下等人就不维护了 电农和低级骑士这些人 也要维护自己的阶级特权 而他们的阶级特权 是跟上等人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 低级行会也会跟高级行会一样 邪将会跟银行家一起维护米兰 或者佛罗伦萨的自由 反抗神圣罗马皇帝 但是他们出的钱会少一些 银行家出很多钱 邪将出很少钱 但是他们会同心协力 维护共和国 这种行为就叫做高尚 因为他们在这个体系中 都有既得利益 而姨太太和私生子 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人 教会不承认他们的婚姻 他们所做的事情 是被社会谴责的 但是由于绝业本人的男人私人弱点 人性的腐败和罪恶 有了生存机会 如果那个时代的文人喜欢描绘 出身卑贱的人有高尚的情怀 出身高尚的人 反而如何如何不行 证明私生子也是好的 诸如此类 但是这种事情 其实不符合大多数人类的经验 中世纪的人的看法就是 你的出身已经决定了你是坏人 私生子是干不出好事的 如果用现代人的那一套博弈和演化的理论 来衡量的话 他想要做好人也是做不了的 在他所在的环境中间 做好人就是让他自己不存在 要让自己存在这个事实本身 就必须像布克哈特所说的那样 诸 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第八章 不合法的权利只要存在 就必须不断地颠覆合法的权利 直到合法的权利完全不存在 否则他自身就会不能存在 只要一个系统之内有了不合法的权利 那么两者之间总会有不断的斗争 不可能说是不合法的权利 站到了一个地方就能够自己维持得住 不是的 他如果不颠覆的话 他自身都会维持不了 最终不是不合法的权利颠覆了合法的权利 建立一个新的系统 就是不合法的权利 自身被消灭 所以 君子防威杜剑 你一开始就不要去找一太太 找一太太 就预示着未来 哪怕是你自己见不到的子孙后代 要因此而败家 孔子在论证鲁国政体的时候就说 鲁国的寡头政治 正是由于早已去世多年 自身没有尝到恶果的鲁军 没有坚持周理原则的缘故 他如果是一个坚持周理原则的人 就不会这样 格罗斯特伯爵 如果当初尊重他的合法婚姻 后来也不会落到这样的下场 利尔王如果尊重神圣的王权 后来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防威杜剑就指的是 你不能够把体制本身不能容忍的因素引进来 如果引进来以后 他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 除了颠覆以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 他没有别的选择 博弈会使他做出相应的事情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符合人人各安其分的封建规范就叫好 扰乱这个规范就叫坏 你引进一个规范里面 本来就没有的东西 就像是你在一个收拾好的房间内部 另外放上一个球 这个球放在哪里都不合适 你要么把它扔出去 要么无论怎么安排都会出问题 人是活的 他在跟社会进行不断反馈的过程中 自动就会变成坏人 这个坏人 当然是个安其本分的社会 大多数对他的看法 他对自己的看法 很可能就是像名利场中的利贝佳 对自己的看法那样 我如果有5000磅收入的话 我也不用做投机分子了 但是既然没有 在系统中没有我自己的地位 那就叫做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不能安守自己的阶级本分 私生子和姨太太的糟糕之处就是 她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人 不是说下等人想要向上爬 因此不择手段 而是她就根本不应该存在 我们可以说是 下等人如果安守本分 不往上爬 生活过得苦一点 还是能够存在的 而私生子和姨太太的特点就是 她就不应该存在 她不存在一个可以安守的本分 哪里是她的本分呢 她的本分应该是一个被排到下水道里面的精子 她能够回到下水道里面去吗 不能 让她安守本分 就是让她不要活着 她活着就只能不安本分 那么既然横竖都要不安本分 她只能够发挥她的破坏特长 李崩越坏得越厉害 对她就越有利 她多多少少都可以找到一些机会 所以 她的利益跟社会解体是联系在一起的 她是天然的革命家 下等人也许会为了向上爬而不择手段 但是可以想象 大多数下等人是宁愿维护阶级规范 以便维护自己有保障的生活的 这就是为什么 行会是保守的共和主义者 而老爷府地里面的家庭女教师和私生子这些角色 他们的特点是什么 他们是统治阶级的边缘 他们了解统治阶级的秘密 而且仆人眼里面是没有英雄的 他们最清楚地看到 统治阶级跟所有人一样 都是充满罪恶和弱点的 不断做出这种或那种事情 那么你凭什么还要统治呢 因此他们怀有最大的嫉妒心理 而且他们有一定的统治知识 因此他们是天生的革命者 而下等人反而不是 下等人远离统治者 所以他们不大能够看到统治者的阴暗面 而是按照传统规范和政治神话 认为王者寿命于天 上等人就是天生的上等人 而且维护这个规范 对于维持我的稳定生活 也有一定的既得利益 社会民主党的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 自由主义者是讨厌工会的 因为工会违反了劳动自由 工会是一个中世纪残余 在他们的反封建运动当中 贵族和工会都是一样的 贵族是世袭的 而资本家是人人都可以当的 工会跟贵族是一样的 所以工会往往是站在贵族一边的 是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的敌人 但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 为了自身互助和增大自己的集体博弈力量 自然而然倾向于结社 因此才会产生像社会民主党这样的组织 特别是在城市内部旧的教会和教区组织失灵的时候 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就产生了 它跟自由主义的组织不一样 而跟教会和封建领主一样 它是跨台包办的 社会民主党是包办你的业余活动和下一代教育的 我们要问 在他们进城以前 这些事情是谁干的 是教区牧师干的 那么为什么城市里面没有相应的教区牧师呢 因为国教会的牧师没有这方面的动力 在没有国教会或者国教会势力不强的地方 就会有人来开发这个市场 那就是小说《亚当·彼得》里面描绘的那些野牧师 那些牧师就是切斯特费尔德勋爵那些人最瞧不起的人 亚当·彼得 这部小说一开始的时候就冒出一个女牧师 对工人阶级群众传道 这就是离经叛道 跟今天不一样 当时是没有女牧师这个事情的 所有教会都拿着圣保罗或者其他什么人的意见 说女人是不能当牧师的 但是这些野教会却可以让女人出来传道 魏斯里宗今天显得是非常保守而正派的样子 但在当时就是这些野教会当中的一员 是被上等人所瞧不起的 但是 这些人搞出来的社会组织 对他们自身和他们所保护的工人群众双方 其实都是有利的 工人群众需要组织 或者说需要有一个保险系统 单纯的工人和工人组成的保险系统 是没有多少生存能力的 因为他们很容易谁也信不过谁 但是教会搞起来的组织却会靠得住的多 而教会因为得到了这些基本群众 从世俗的角度来讲 显然唠叨的钱也是不少的 大家都知道 就像是万能管家那部电视剧中所说的那样 一个疯狂发表各种演说的野木师 在美国市场上捞到的钱是很多的 他搞出来的那些东西 文学价值非常低 从神学上讲 近乎胡说八道 但是赚钱比诗人之类的要多得多 像这样的野木师市场 保证了英美城市工人阶级和下层社会 产生出传统的国教会 根本瞧不上的各种组织 像19世纪末期的旧式军 那就是布斯夫妇根据伦敦市贫民窟的悲惨情况设计出来的 专门为他们提出的 他就公开声称 他不讲神学 但是他讲黑社会 如果有一个男人骗了女人 然后又不养他的孩子 他就做出 今天费拉右派说是穆斯林和沙里亚法学家会做的事情 旧式军的军官会找上门去揍那个男人 于是上等人对他这种行为自然是十分看不顺眼 跟达尔文合伙推动演化论的贺虚离 Thomas Henry Huxley就专门写文章来骂旧式军 说旧式军跟黑社会有什么不同 如果是现在的话 他就会说你TMD跟塔利班有什么不同 但是这种事情就是下层阶级的造法 我们要注意 上等人不会说 你又骗了一个女人 让他生出了孩子以后又抛弃他 是一件很正确的事情 但是按照他们这套文明和法治的理论 你TMD为什么不去请律师呢 人家要是请得起律师 一开始也就不会闹出那么多事情了 旧式军为什么不去请律师 直接派人去打呢 因为他们都是穷人 旧式军是穷人的互助组织 他们全都是有请不起律师 但是觉得世界上应该有一点正义和规范的人组成的 所以他们干出来的事情 在上等人看来就跟黑社会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旧式军这么经营 自然会在下层社会乃至全世界传播 例如老舍的小说中就写到 北平的旧式军干了什么什么的 包括跟现在的沙里亚法学家一样 干涉了一个想要娶一太太的猥琐男人的猥琐事情 从这也可以看出 旧式军是不大会玩上等人的把戏的 但是他对于下层群众 特别是妇女 最关心的那些事情是有能力输出秩序和正义的 这样做自然会使他的组织做大 做大的结果就是 他必然会像是有很多客户的企业家那样赚到很多钱 因此 现在的旧式军过了一百多年以后 又显得非常之体面了 我估计 现在他遇上当年赫须里所说的那种情况的时候 又会像赫须里一样说 你去请律师啊 然后请不起律师的人不会去找他 说不定他们就去找穆斯林了 世界的演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展开的 如果说 为什么德国社会民主党声势特别大 那是因为新教系德国国家的教会多半是官办的 从属于国王的路德派教会 他们在开发新兴市场方面反映迟钝 因为他们是准国家公务员 他们不像英美那些野传教士那样迅速抓住商机去开发新兴市场 于是这个新兴市场就由社会民主党开发了 产生了强大的工会组织 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 这些强大的工会组织在比斯迈时代推行福利国家的时候 在魏马共和国的时代 在鲁登道夫推行总体战体制的时候 就渐渐变成了国家的合伙人 第一个步骤是比斯迈推行的全民保险 第二个步骤从历史上来说是最重要的 就是全民战争 全民战争要求计划经济 要求使用武器动员军队的国家 生产军火和战略物资 经营铁路和交通设施的企业家 以及工会之间的三角合作 这个合作是严重违反自由主义者的理想的 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合作的话 就没有办法实行总体战 而德国是总体战的模范国家 实际上 所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在一战时期 变成了体制的一部分 这就是列宁同志痛心疾首的 所谓社会沙文主义是什么 就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的体制化 这个体制化 对于他领导的以浪人知识分子和恐怖分子为主的布尔什维克 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打击 把他们排斥在工人阶级的主流以外了 主流的工人阶级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之下 变成了国家的重要部长 而且同样也是违反自由主义规范的 他们可以不通过投票 而通过协商否决的方式 就否决国家的重要政策 在议会上可以通过的政策 如果你不跟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打交道的话 事实上是行不通的 如果没有工会的支持 武器和弹药是不可能按期送达前线的 没有铁路工人的支持 军队和吉养没有办法运到前线 铁路工会的权力比部长要大得多 在议会中有20个席位的政党 在临时政府 沙皇政府 或者贝特曼 霍尔维格的德国政府当中担任部长 但是你提出的决议可以被首都工会 或者铁路工会一票否决 这些人在国会中没有一个议席 手中只有几千个工人 但是他们能够让你的火车停止运转 在这种情况之下 后来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局面 实际上已经基本成熟了 只不过大多数人基于习惯 还认为沙皇和凯撒才是主人 至少按照自由主义的原则 国会的议员和大臣就是主人 但是实际上 他们已经是各主要工会手里面玩弄的傀儡了 只是这些工会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但是反过来 正因为如此 这些工会对于本国的胜利 是有一定的利益关系的 这就产生了列宁所谴责的革命复国主义 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提出的革命复国主义 推翻沙皇以后 我们仍然要为协约国进行战争 因为这个国家机器里面有我们的股份 冠冕堂皇的话就是 德国是一个专制国家 当然这不完全是事实 如果让德国人胜利 专制主义就要在俄国复辟 德国人肯定会拥护他们的表亲 在俄国重新当权 复辟军主治 所以我们要支持英法民主国家 通过战争实现全欧洲的民主 这叫革命复国主义 列宁最痛恨的就是革命复国主义 照他的看法 这就是修正主义 事实上也是 这是工人阶级集级组织 变成了自由派资产阶级 在政治上的附庸 在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执行本质上是属于资产阶级 共和国改良主义的政策 当然 体制化最深的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变成了国家的主人 德皇退位以后 社会民主党领袖爱博特 Fridrid Ebert 当上了总统 社会民主党镇压了 共产党的暴动 魏马共和国实际上是 社会民主党的产物 而不是德皇旧封建势力 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产物 这是因为 总体站在总体上来讲 是有利于工会的 它使工会变成了国家体系当中 最关键的一部分 别人的否决权是没有用处的 比如说 很有教养的资产阶级 教区牧师 拉丁文学者这些人 你们能够领得到配给口粮 不饿肚子 已经很了不起了 国家不是依靠你们运转的 国家是依靠军火厂的工人 和铁路工人运转的 如果说在封建时代最重要的人 是挺枪背马上镇的骑士 和他的铁匠 那么总体站时代最重要的人 就是铁路工人 和军火厂工人 他们才是新时代的主人 这些新时代的主人建立了 卫马共和国 把社会民主党变成了 卫马共和国的主要执政党 因此可以想象 无论他们自己过去的意识形态是怎样 他们是不会愿意舍弃 卫马共和国的 这个共和国就是他们自身的产 而且他们已经大量参股 这时候的革命力量是什么呢 就是非工会的工人 游民和政治煽动家之类的角色 还有特别重要的就是 在第二帝国时代 其实阶级地位高于工会工人的 破产的 找不到工作的资产阶级子弟 比如说 拿着博士学位而找不到工作 比起那些垄断了劳工市场 有保证找到高薪工作的钢铁工人 实际上是更惨一些 但是由于他是资产阶级子弟 而且还拿着拉丁文的博士学位 他绝对瞧不起那些 不会拉丁文高中毕业 就去做工的钢铁工人 但是这些钢铁工人 操纵了国家的政策 而且有稳定的工作机会 工会是有作用的 但是正如自由主义者 正确指出的那样 工会实际上牺牲的 不是资本家的利益 而是非工会工人的利益 行会垄断劳动权 以维持行业内部的团结 和福利为说辞 实际上是在牺牲 非工会工人的利益 而这些非工会工人 往往是外来人 本地人不在乎你的死活 所以这样更容易 使工会的垄断成功 工会的垄断越成功 势力越强大 失业率就越高 年轻人就越来越难以找到工作 找到工作 越来越变成工会大佬的一个特权 如果你自己就是工会子弟的话 你找到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不需要受很多教育 你与其花12年时间读一个博士 还不一定找得到工作 还不如高中毕业以后就找我爸爸的工会干事长朋友 立刻就把你递步到克鲁伯钢厂去当工人了 克鲁伯家族跟工会达成协议 我们用的工人都有你们工会负责包办 我们资本家不管 只要你们能够维持生产质量就行了 因此 克鲁伯钢厂的就业权实际上并不掌握在资本家手里面 而是掌握在跟资本家达成协议的工会手里面 而工会的垄断和排外比资本家要厉害得多 例如 爱尔兰工人是排挤华工的主要势力 而资本家是引进华工的主要势力 今天秀代的工人支持川普 而华尔街的资本家支持中国的血汗劳工也是同样的格局 资本家是希望无组织工人越多越好 工会是要求有组织工人牺牲无组织工人的利益 跟资本家达成协议 因此 工会发达的地方 像社会民主党的德国这样的地方 失业率就特别高 非工会工人往往是跟工会工人 在种族或其他方面不同的外乡人 或者是不同阶级的人 例如 破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子弟 特别难以找到工作 我们要注意 这种人的阶级仇恨是极深的 我们本来比工人阶级地位高 现在沦落到连工人阶级都不如 那么他们支持谁呢 他们最有可能支持希特勒 也最有可能支持共产党 共产党是失业知识分子的天堂 哥佩尔和施特拉塞尔都是很有可能加入共产党的人 知识分子是什么 知识分子就是统治阶级的外延 我是国师啊 我读了这么多拉丁文 我不是国师 谁是国师 但是地球上需要几个国师呢 位置早就填满了 等到教育一普及 大家都是国师的时候 大部分国师都找不到工作了 万恶的社会 然后我找一个理由来指控这个万恶的社会 这个理论是什么 其实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 这个理论要证明现有的社会是万恶的社会 然后我在反对党里面就可以当国师了 准确地说 这个反对党要解释成为反体制党 反体制党和反对党不一样 所谓国王陛下的反对党 那就是说 它是一个建制内反对党的意思 它是反对党 但是它跟国王是可以合作的 社会民主党 即使是在在野时期 它也是一个建制内反对党 而共产党是一个建制外反对党 纳粹党也是建制外反对党 这又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民主制度的虚伪性了 真正的冲突 不是发生在建制内反对党和建制内执政党之间 而是发生在建制和建制外之间 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指出 资产阶级民主的反对派是在进行表演 它欺骗人民 使人民相信他们是反对国家的 但是 他们进入国家体系以后 顶多搞一点细致末节的改良主义 因为他们自身就是建制的一部分 哪怕他们是在在野时期 他们也从体制得到了很多好处 比如说选举失败以后还可以拿补助金 诸如此类 但是建制外的党派就是被所有人排斥的 他们反对的并不一定是具体的执政党 比如说他们反对的是为马共和国的国家体制 社会民主党如果下台的话 它就是反对党 它的目的是在为马共和国当上执政党 而纳粹党和共产党的宗旨是 不让为马共和国继续存在 但是 为马共和国还是容许他们以反对党的身份存在 如果是联邦德国的话 很可能是不会容许的 当然 那也是经过希特勒以后的事情了 这就是所谓的防卫性民主 Defensive Democracy的定义了 这就是一个共同体边界的问题 要不要容许建制外势力以合法政党的身份存在呢 例如 美国在20年代初就不容许共产党存在 因为共产党不是追求执政的 它是要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 但是有的时候 美国也容许共产党存在 尽管按照严格的宪法解释 可能是不能容许的 例如40年代就是这样 然后麦卡锡时期又不容许他们存在了 是否容许建制外党派存在的这个边界问题 骨子里讲是一个统战问题 准确的说是一个政治性的宪法解释问题 而30年代德国的情况就是 这跟工会本身的劳动权垄断有关系 大量的小知识分子和无业游民存在着 这些人是纳粹党和共产党争夺的对象 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 他们两党的势力被压缩到微不足道的地步 在经济形势坏的时候 由于魏马共和国的经济是依靠美国贷款维持的 美国市场的崩溃迅速导致了德国产业链的权限崩溃 这时候 社会民主党拥有的劳工特权 在中下层群众的眼里面 简直比过去的贵族特权还要可恶了 找不到工作的博士 出身世家子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很有钱 凭力气就能吃饭 现在不得不出来寻找一个打字员的职位 却找不到 只得沿街卖淫 这些人最终都会变成纳粹党员或者共产党员 他们最终会选择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果断的手段 为他们伸张正义的党派 如果大萧条提前十几年发生 比如说在1924年或者1922年发生 那么胜利的大概就是共产党了 20年代的苏联还是德国革命家 至少是德语革命家的殖民地 列宁本人就是拿着5000万金马克 受德国间谍和社会民主党的帕尔乌斯资助的人 共产国际的工作语言是德语 列宁本人和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 都渴望在德国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把总部迁回到德国 俄国这样一个边远农村地带并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家园 托洛茨基心目中的家园是维也纳的咖啡馆 他老人家当革命新闻记者的时候 当时奥地利的大臣去上班的时候 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那么谁来负责发动革命呢 难道是坐在对面咖啡馆的那位夸夸其谈的布隆士泰因先生吗 布隆士泰因就是托洛茨基的本名 在19世纪末期的人的观点来看 伟大的托洛茨基同志 只不过是一个我们今天网络上所谓的嘴炮分子和键盘政治家而已 当时没有电脑 只有打字机 他老人家就是在咖啡馆里面啪啪啪按打字机的那种人 跟今天在网络上啪啪啪按键盘的人没有什么区别 最后他变成了一个杀人如麻的革命领袖 这一点不是托洛茨基本人造成的 像他这样的人 今天还有很多 任何时候都有很多 他们没有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 所以未能变成托洛茨基 但是他们都有变成托洛茨基的前置 在20年代 大萧条本来是应该发生的 之所以没有发生 是因为道威斯计划的缘故 美国的过剩资本大量的涌入了欧洲 美国的剩余农产品大量的涌入了欧洲 这批剩余农产品的意义 就像是川普卖给中国的大豆一样 如果当时不来 欧洲会陷入普遍的饥荒当中 普遍的饥荒会导致布尔什维克的革命 而布尔什维克本来就是德国人 20年代的布尔什维克搬到德国 在德国总部建立革命基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仍然是德国领导俄国 俄国仍然会变成一个革命的边区 像是苏联人看待哈萨克或者吉尔吉斯那个样子 所以 这时候的德国革命势力是很有可能接受共产国际领导的 社会民主党能够幸存 是由于美国贷款和美国粮食的缘故 美国贷款和美国粮食沿了魏马共和国和社会民主党20年的命 但是到30年代 情况不一样了 我们敬爱的斯大林同志已经当权了 时代是非常微妙的 以前有一个老白军战士在30年代对纳粹军官 估计是普鲁士东部贵族军官 曾经说过 你们来晚了20年 20年前你们来的时候 我们白军一定是单四湖江以营王室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要保卫我们的俄罗斯祖国母亲 你们来晚了20年 30年代 情况就要有利于纳粹党 而不是有利于共产党了 30年代的共产国际 托洛茨基 纪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相继垮台 斯大林把老近卫军 也就是革命恐怖分子杀得干干净净 我们要注意 斯大林在苏联就是一个忽必烈士的人物 忽必烈以前的蒙古可汗是为蒙古的利益而征服中国人 而忽必烈是一个被中国人统战的蒙古可汗 用中国人的财物去贿赂蒙古的亲王 反过来依靠中国势力来打压蒙古势力 斯大林就是布尔什维克体系里面的忽必烈 他是一个可怜的土鳖 一个高架索人 比一般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俄罗斯人还要落后 没有喝过洋墨水 德语和法语全都狗屁不通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他的理论水平跟Nothing没有什么区别 伟大的知识分子布哈林认为 我们支持斯大林是对的 托洛茨基是一个理论家 而斯大林什么也不懂 我操纵不了托洛茨基 但是斯大林还有能耐跳出我的手掌心吗 斯大林上台是屁也不是 但是很不幸人数占了绝大多数的 俄罗斯本土工农干部的结果 忽必烈之所以能够上位 是因为征服了中国以后 蒙古帝国的下层人员 毕竟还是大金国遗留下来的人 上层贵族在NB 人数还是比较少 削夺上层贵族的特权 是狠得下层观力欢心的 斯大林同志搞死老金卫军 也是很受那些除了俄语以外 不会讲其他语言 拿上本土的面包配给证 就十分得意的本土干部的支持的 斯大林已经把他们搞死了 如果在30年代 德国共产党获得成功的话 那就意味着德国变成俄国的附庸了 我们要注意 1920年代的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 像是蒙哥克汗时期的大蒙古国政府一样 是以德国人为主的国际共产主义势力 对俄罗斯的殖民 他们镇压的最狠的就是 不忘记沙皇光荣的大俄罗斯分子 相对而言 同样是资产阶级分子 哈萨克和高加索的资产阶级分子 我们还是要像对待国民党一样扶植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们势力很弱 而且跟大俄罗斯分子有不共戴天之仇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支持国民党是可以的 国民党虽然是资产阶级 但是它有能耐推翻我们苏联共产党吗 没有能力的 但是大俄罗斯分子和白军将士 是有能力推翻我们苏联共产党的 我们支持那些没有能力推翻我们的资产阶级 反对那些有能力推翻我们的资产阶级 才是我们的利益所在 但是三十年代 斯大林的大清洗已经初见成效以后 共产国际变成了国民党经常指责的那种 苏联推行外交的机构 共产国际变成了牺牲外国利益 以维护俄罗斯利益的机构 就像是忽必烈时代的大元国 变成了牺牲海都和蒙古各藩的利益 来维护中国利益的工具 所以元朝和清朝变成了中国的王朝 乾隆皇帝和忽必烈皇帝 变成了开疆拓土的伟大皇帝 忽必烈用蒙古人的残余势力 为中国开疆拓土 斯大林也是在利用共产国际的残余势力 为俄罗斯开疆拓土 这在亚尔塔会议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他开始按照沙皇的方式推行外交 利用共产主义的国际势力 利用外国共产党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力量 来削弱外国资产阶级的势力 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甚至不惜牺牲外国共产党的利益 例如出卖了希腊革命 如果不是因为毛泽东极其狡猾的话 斯大林本来也是准备为满洲革命而出卖中国革命的 斯大林时代的特征是要让国际共产主义 为俄罗斯国家利益牺牲 而20年代是俄罗斯的利益要为世界革命牺牲 这就跟忽必烈前后的蒙古帝国的内部革命替代是相同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德国共产党在30年代已经不可能跟纳粹党竞争了 我们要注意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是不喜欢谈那些经验性因素的 例如民族国家和地缘政治之类的 革命由谁来领导 在20年代没有问题德国人领导 无论革命在德国爆发还是在俄国爆发 都是德国人在领导 在30年代如果德国共产党得势的话 那么德国就要变成俄国的附庸国了 如果你要想让德国维持领导地位的话 那就只能支持纳粹党而不能支持共产党了 纳粹党的胜利要求软弱的中欧各小国 例如罗马尼亚变成德国的附庸国 而斯大林的胜利让他们变成了俄国的附庸国 这一点在纯正的自由主义者和纯正的共产主义者看来 都是不应该存在的 但是在现实政治当中却是最重要的因素 纳粹可以复兴德国 因此他们能够像是布尔什维克使用朱可夫那样 把普鲁士军官领导起来 而普鲁士军官是绝对不能接受德国共产党的 德国共产党只能够消灭普鲁士军官团 让德国的资源变成俄国的一个附庸 因此 德国共产党在三十年代是一个卖国集团 而纳粹党却是一个使德国称霸的集团 你要是让王明今天到中国共产党内来 正当总书记 他一定是不能成功的 只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获得胜利 同样 在三十年代的时候 只有日耳曼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获得胜利 如果没有这一条的话 任何人都不能获得胜利 所以 纳粹党是民族社会主义 民族这个词非常重要 民族这个词使它可以整合资本家和军官 而如果没有民族这个词 讲国际主义 这就意味着德国共产党和德国国家利益 要为苏联俄罗斯的利益做牺牲 我们要注意 纳粹显得比苏联宽容 也是因为这一点 而今天的习近平政权会变成纳粹政权 也是因为这一点 资本家和政权的关系是什么呢 如果要砍掉资本家的头 或者至少要把他们的官罢掉 在党委书记的领导之下一切国有化 那是共产党 纳粹党是不干这种事情的 纳粹党连公司合营都不干 纳粹党只是派一个代表 在你的企业里建立党组织 党组织的干部 只有一点点工资 跟老板没有办法比 钱还是老板的钱 人事任免权仍然跟过去一样 由老板和工会组织分享 纳粹党的党代表 只负责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的马云他们经常遇到的事情 重大政策导向 你们必须配合 比如说 在香港问题上 你们要配合党的政策 日常经营赚钱 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资本家的钱 还是资本家的 于是大家就感到 纳粹党还是比共产党好得多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体制 其实就是纳粹体制 只不过大多数新闻评论家 不懂得历史 他们把这些事情看成是新的 比如说像Lifetime事件 那个有很多追随者的评论家 就说过 共产党现在不需要搞公司合营 一点股份都没有 就能决定马云或者什么人的命运 他这句话 是川普在干涉抖音出售的时候说的 你们美国人关心谁占多少股份 那是公司合营时代的旧思维 其实 共产党一点股份都不占 他就可以干涉政策 那么这是什么模式呢 我们要注意 这不是斯大林模式 这是希特勒模式 希特勒模式 对社会的损害比较少 他不需要砍掉资本家的脑袋 因此 资本家的经营管理经验 不会受到损失 还可以继续为国家服务 而资本家还能够拿到钱 跟国家合作 对他是有好处的 英国人 法国人 俄国人 犹太人吃亏 我又不是犹太人 我还是照样赚钱 原则性差一点的资本家 就会像马云一样说 这不关我的事啊 爱国心比较强的资本家 就出来说 希特勒虽然太野蛮 但是他毕竟是德国复兴了 看在这一点的份上 我们难道不能放弃 国民党和共产党当年的旧仇 共同支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吗 因此 纳粹党用这种方式 就可以统战到 比共产党更多的人 而且能够更多的保留社会精英 但是坏处就是 留在体制内部的人 例如普鲁士军官之类的 他们的条件就是 希特勒能够复兴德国 我们才支持你 后来看到希特勒 要把德国引入战败的深渊 他们就准备发动政变了 希特勒没有像是苏联那样 搞垮沙皇过去的军官团 所以后来才会有施陶分贝格 刺杀希特勒这些事情 但是反过来说 正因为如此 纳粹德国才能保留 普鲁士贵族军官的战斗力 斯大林就毫不犹豫的 把列宁和托洛茨基 没有杀光的贵族军官 像图哈切夫斯基这些人 在三十年代大清洗的时候 都杀光了 评论家和历史学家 一般都认为 大清洗严重损害了 苏联的战斗力 苏联之所以连打芬兰 都打不下来 是因为合格的军官 差不多都被杀光了 刚刚从工农群众 和下级军官提拔起来的人 没有经验 所以只能打芬兰了 等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差不多学会了的时候 战争已经快要结束了 所以苏联的损失 才会特别重 但是从斯大林的角度来讲 容忍那些人像 尸陶分贝格一样干掉我 跟让苏联人民 多死一千万人比起来 那当然是宁可我赴天下人 不可天下人赴我 苏联人多死一千万 我的位子很安全 跟苏联人少死一千万 弄不好 他们把我做掉了比起来 哪一个更好呢 希特勒同志 就没有把事情做绝 所以德国军队的战斗力 保存的比较好 但是希特勒本人的人身安全 很不幸一再受到威胁 谢谢收看 欢迎订阅 点赞和分享转发 感谢观看